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梁说故事 上一期咱们说了有趣的歌特风电影《亚当斯一家》 那么今天咱们继续来说续作《亚当斯一家的价值观》 在上一部影片结尾 女主大白脸怀在亚当斯一家的第三个孩子 在这部续集开头就接上了这个主题 亚当斯一家正极乐融融地玩耍着 大白脸突然面容淡定地说 孩子要生了 一家人匆忙赶往医院 等待揭晓孩子的性别 在一场淡定的生产后 小胡子向家人宣布宝宝是个男孩 宝宝一降生就长着天生的八字胡 并且有着亚当斯一家异于常人的特点 喜迎小小胡子的大人们都沉浸在喜悦里 但是除了女儿星期三和儿子小胖 他们担心小宝宝会夺走自己的宠爱 于是不断策划杀掉小小胡子 原本就对杀人游戏乐死不疲的兄妹俩 为了干掉弟弟简直是完遍的花样 又是从楼底扔下去又是把宝宝断头的 但亚当斯一家本就不是普通人 他们干掉弟弟的计划进行的并不顺利 父母对于孩子们争风吃醋的行为感到很头疼 并且总这样想弄死弟弟也不是个办法 于是决定请一个保姆来照顾孩子们 可是纪连请了好几个保姆都受不了孩子们的 诡异形势风格 直到漂亮性感的戴比出现 他对于这个家里的一切都感到很好奇 并且丝毫没有害怕的样子 见第一面就获取了亚当斯夫妇的欢心 单身一起的黑眼圈更是对戴比一见钟情 但戴比其实是一个连环杀人狂 他纪连嫁给有钱的男人 随后杀死他们继承丈夫的遗产 在进入亚当斯家之前 他做好了充分的调查 这一次他的目标就是黑眼圈 细心的女儿发现了戴比的真实目的 这让戴比有些担心 为了不让孩子们破坏自己的计划 他诓骗亚当斯夫妇把孩子们送去的夏令营 这个夏令营的一切都和亚当斯最大气质格格不入 只有一个同样内向一样的眼睛男孩和星期三看对了眼 教官们过于热情和阳光 他要求孩子们互爱互助 还进行了游泳救生模式 这让亚当斯兄妹觉得很无聊 别的孩子们也不喜欢他们身上那古怪的气质 家里这边戴比开启了疯狂勾引模式 单纯的黑眼圈对戴比痴迷不已 在弟弟夫妻俩的助攻下 黑眼圈和戴比订了婚 夏令营的兄妹收到家里来信得知了这些消息 对此感到十分糟糕 可夏令营的其他人却觉得他们的想法太灰暗了 把兄妹俩关进了小木屋里 眼镜男孩也因为不合群和兄妹俩关到了一起 三人决定趁一夜深人间的时候逃离这里 但被营地里的金发女发现并告了命 教官和孩子们将他们抓了回来 还对着他们弹着吉他唱起了歌 孩子们无法阻止戴比嫁给黑眼圈 结婚仪式进行得很顺利 上一步和扫把经谈恋的律师一双生了个小扫把 和其他亚当斯家族奇快成员们一起参加了黑眼圈的婚礼 结完婚后 戴比就带着黑眼圈去度蜜月了 原以为成功结婚之后 可以顺利杀掉黑眼圈来继承遗产 但没有想到亚当斯家的人用常规手段根本杀不死 气急的戴比诱惑黑眼圈永远不要再见家人 虽然这让黑眼圈很纠结 但已经无法自拔了他只能通知家人自己再也不回去了 小胡子夫妇对这个消息感到很难过 一家人找到戴比和黑眼圈 希望能够劝黑眼圈回家 但是疯狂的戴比和堕落的黑眼圈狠狠地赶走了他们 无可奈何的亚当斯一家只能回去 由于黑眼圈的背气致使家族不和 小宝宝发生了巨变 他变成了天使般的容貌和满头的金发 外婆说孩子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长大之后就会变成一名社会精英 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他们必须想办法让一切恢复正常 兄妹俩在夏令营也收到了叔叔的来信 女儿对叔叔的处境很担心 想出去救自己的家人 而此时夏令营正在准备话剧 伪善的金发女和她的朋友们 饰演话剧的正面角色 星期三和小胖以及其他不可选的孩子 被分配饰演印第安人 对于这些玩劣狗狗的孩子们不服从安排的行为 教官们又惩罚他们在木屋里 看了一整天的迪士尼 他们饱受了一整天的精神摧残 当夜晚教官放他们出来 并问他们感想如何时 星期三只好表示暂时妥协 另一边 戴比依然计划着杀掉黑眼圈 他给了黑眼圈一个炸弹 但没有想到炸弹也杀不死他 戴比终于忍受不了 他掏出了枪对着黑眼圈 声称自己从来没有爱过他 嫁给他只是想要他的财产 黑眼圈被这个消息惊呆在了原地 幸好手收则在窗外看到了一切 及时赶来撞倒戴比就走了黑眼圈 对 又是手收 上一部也是手收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夏令营的话剧 在家长们的观摩下正式出演 原本演出进行得很顺利 但演到一半的时候 星期三擅自篡改了台词 带领长久以来受压迫的 不合群孩子们发起了反抗 他们火烧了舞台 把伪善的金发女和教官们都绑了起来 在大家的合力协作下 兄妹俩逃出了夏令营 黑眼圈都回到家里 他们都找到了自我 只有一家人在一起才是真正的温暖 还没有等大家庆祝一家团圆 疯恐的戴比就追杀了过来 他把所有人都绑在电影上 讲述了自己的杀人经历 他的父母由于买错了巴比娃娃被他烧死 而前三任丈夫也因为一点点不随他心意 就被他无形杀害 这一次他把亚当斯一家全部干掉 但是他忘了亚当斯家最小的宝宝 由于家庭重新和睦了起来 宝宝恢复了小小胡子的模样 在一番连锁反应下 在这儿垫闸却把自己垫成了灰烬 这下他们终于可以好好享受团圆之乐了 在宝宝的周岁派对上 扫把镜一家三口带了礼物来庆祝 他们的新保姆也一并来做客 没有想到这个保姆也是个光头黑眼圈 和黑眼圈哥哥是同类 哥哥又一次一见钟情了 严镜男孩也受星期三的邀请来参加了生日宴会 在目的里 小男孩向星期三表达了爱意 星期三也以特殊的方式 向严镜男孩宣布了我愿意 至此电影就结束了 这部续集之作研究到上一部诡异怪弹的风格 但是在剧中更加凸显了亚当斯一家的价值观 正如电影标题一样 这一家人虽然看起来古怪荒唐 但相比其他正常人 他们活得更真实 在夏令营里 两位教官和其他孩子们看似阳光 可是表情却是猙獰恐怖 似乎竭力压抑着自己的欲望 不去发作 面对兄弟俩的与众不同 夏令营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强行改造他们 希望他们变得和自己一样 这样的控制欲和虚伪是最让人觉得作呕的 虽然他们看起来似乎是正面角色 但是在电影里 他们扮演的才是最黑暗的一方 面具戴的时间长就摘不下来了 连自己都以为自己原本就是面具上的样子 而小女孩斯尼三在话剧里 擅自篡改的那番台词最令人记忆深刻 那就是一家当斯佳 对戴着伪善面具生活的不屑 在这部电影中 女儿斯尼三的演技 简直是教科书办的示范 当他们看了一天的迪士尼电影后 那个逼迫自己做出笑容的扭曲表情 简直是太到位了 配合小演员精致的容貌和音域的气质 简直让人拍案叫绝 这部剧比前一部讲述更多的是 真实和虚伪的表象 无论是亚当斯佳的形式风格 或是外表迷人内心邪恼的呆比 还是人性扭曲的夏令营 很多事情或许并不是我们看得到的那样 而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 这个问题就要交给你们自己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点赞评论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